2月20日晚 由辽宁歌舞团原创的大型舞蹈师岳宋 在沈阳辽宁大剧院上演 该剧以舞蹈为主体 与乐为主题 创造性地将优美的诗文 漫描的舞蹈 精巧的杂技融为一体 徐徐展开一幅幅画面唯美 情感浓郁 意境深远的舞台艺术画卷 赢得观众阵阵掌声 岳宋以中国传统文化中 爱乐恋乐的独特审美情志为文化背景 依托现代化的舞台技术 对中国古典乐文化所蕴含的画景情意韵美 进行全新诠释 在流光一彩的舞台上 舞者们灵气十足翩翩如燕 舞台设计如梦如幻 呈现出一台震撼人心的视觉深夜 乐宋是以乐为主线 以古诗词作为文化背景 那么我们融合了舞蹈杂技民族契乐 这样的多种的艺术形式 多维度的呈现中国传统乐文化 我们是戒乐舒怀 让舞台画面唯美 情感浓郁 意境深远 其实我们是真正的在表达中国人 最真挚的朴素的情感 乐宋分为六个篇章 分别是天涯共此时 山水月光中 月上柳梢头 冷月照争人 月是孤香名 千里共缠绢 每一个篇章均以古诗词开宗名义 抒发情感 阐释乐文化的主题 跟这么多观众一起欣赏了这么一台 视听盛宴 觉得真的是让我耳目一新 我觉得它可能是以诗歌为主线 然后穿起了很多跟诗歌有关的一些故事 让我们在看的过程当中呢 能怀里能想到一个又一个的故事 我觉得这一点特别好 作为全国著名艺术院团 辽宁歌舞团曾创作出 珍珠湖 白鹿鹅娘 梅兰芳等 选与全国的优秀舞剧 乐宋集结了国内顶尖的主创团队 数十名优秀的舞蹈演员中 多人均是舞蹈界知名的青年舞蹈家 在国内的各项舞蹈大赛中屡获大奖 乐宋21日晚将继续在沈阳演出 之后将在全国巡演